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解决汽车空调不治冷的问题 你看,好像没有冷风出来 我把空调开最大,那个风也是热风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汽车的车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寻找这个冷气机 那么冷气的压缩机 那个压缩机呢,它主要是就像人的心脏一样 它来让这个冷媒,也就是弗利昂可以在这个管道中流通,流动 那么如果这个管道里的这个弗利昂的容量太少或者压力太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它就不会驱动这个压缩机的旋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底下的这个压缩机的中间的这个部位是不旋转的 也就是说这个压缩机没有启动 那么在这个镜头当中呢,比较难看到这个压缩机的转动 实际上这个压缩机是在中间的这个部位 它是有一个轴层,它是旋转的 那么我们在这儿也看不到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压缩机 比如说我们开空调,压缩机在运行的时候 你会听到这个压缩机的声音 那么这就是说这个压缩机在运,在工作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明显感到也听不到 你看不到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压缩机的转动 那么压缩机没有启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当中的冷煤 或者弗利昂的含量不足 那么我们怎样去找到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弗利昂的输入口呢 那么实际上它有这个从这个压缩机的这个管道 然后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顺着这个管道走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蓝的接口 一个输入口 那么有两个 它这两个,一个是suction line,一个是liquid line 也就是说一个吸气管,一个液体管 那么液体管它有一个L的标志 那么也就是液体管道 我们通过这个液体管道 那么加入弗利昂 我们拧开这个输入管道口 那么这个口就是我们的弗利昂输入口 好了,我们到商店里去买这个弗利昂 在弗利昂的这个瓶罐,那么都有各种各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型号呢,是R134A 那么这个弗利昂,这个弗利昂呢 那么它的瓶子上面呢,都有管道 都有这个仪表和管道 那么通过这个管道呢 我们和我们的这个汽车的那个弗利昂的输入口 结合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弗利昂呢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汽车的空调当中去 这个仪表呢 它有四种颜色的这么一个压力的一个表 那么这个白色呢 是表明这个不足 弗利昂不足 那么绿色呢,是弗利昂是正好 那么黄色就是景界 红的是太多了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表呢 我们可以和汽车连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测得我们的弗利昂的含量 到底是在哪个水准水平 那么我们把这个管道口 然后我们把这个接头 然后把它一印 就可以印到这个口里面去 它就可以抓住这个口 然后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以后呢 我们再开动机器 这样的话 这个整个的这个空调 就可以运作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弗利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压力是非常的低 那么几乎是没有了 我们开始加空调 我们就是按这个把手 然后就可以这样加一下 加一下 慢慢地把它输进去 那么一次加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按下一块子 这样加得太大 如果加得太大了以后 这个时候它往往会产生结冰的现象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加空调 加弗利昂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每五秒钟 七十秒钟 然后就停一下 然后再停一下 再停一下 这样的话 慢慢地就加进去 那么你们可以看 现在这个空调的这个 弗利昂是已经 慢慢地就这样加进去了 那么已经加到了这个绿的水平 也就是说已经加到了 大概不到四十 你就这样按着这个把手 然后这样加呀加呀 慢慢地这样 慢慢地你会发现 你按了以后 然后它就已经达到了内部的压力 达到了不到四十 那么压力是在绿的带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加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口 我们把这个口 那个盖盖上 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到汽车里边 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凉风吹出来了 就这么容易 我们的这个空调不治冷的问题 就解决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